因为满挖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 气象局对横处半岛还有南部的空旷地区 发布陆上抢风特报 而抢风是为高屏地区带来不少的情况 像是在屏东的潮州 有废弃保龄球馆 至少是有十面的窗户玻璃被抢风给吹落 还砸中路旁的车辆 而至于高丛的林雅、小岗还有男子等地呢 是有露树和露灯被吹倒 还波及到车辆及行人 车辆经过没多久 突然天降玻璃 路旁三辆车全被砸中 还有整面玻璃掉在路中央 现场位在屏东潮州镇 光复路与光明路口 车停路旁无端遭殃 车主也傻眼 一号上午这栋建物二楼的废弃保龄球馆门窗 疑似年久失修又碰上强风 至少十面玻璃掉落 幸好没有砸伤人 屏东气象站测得上午九点左右 平均风力五级 中午增强到六级左右 强风也吹倒高坪大桥 往屏东方向的分隔岛路数 有驾驶来不及反应 直接撞上 强风也在高雄造成灾情 高雄前镇区新东公园 矗立在公园内的树木 疑似树根遭重铸 不敌强劲锋力而倒塌 乘梁民众赶忙跳开 位在新兴区的巨型帆布 也被强风掀起 高雄气象镇表示十二点左右 弥陀区测得瞬间阵风有九级 前镇左营等地七到八级 而强风影响将到二号凌晨 师傅也统计截至一号下午两点 至少八起陆处倒塌 有骑士遭杂重轻伤 小港区有民宅临近新建案 强风吹起铁条 四川民宅铁皮屋顶 师傅也提醒 快风未为环流影响仍在 全市工地还是得小心防护 确保安全 记者综合报导